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把前期这个犯罪团队每一个成员相关的真实身份 包括在集团的犯罪团队所从事的工作 包括在现在这个位置我们都摸清 然后我们几乎是前后脚统一开展抓捕 在多个城市一起开展行动 几乎是把我们相关的案件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嫌疑人 应该说一同抓捕 最终警方将这个利用虚假期货交易平台 实施网络诈骗的犯罪团伙成功捣毁 2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抓获 现场扣押涉案电脑200余台 手机800余部 涉案总金额达1.2亿元人民币 一天的话交得好的话有二三四个 刚开始的话就会跟他们先打个招呼 然后就从生活开始聊天聊起 然后就会聊到股票 聊到股票以后就会聊到我们那个儿童 就会把它拉到群里面去 同时用好几个手机聊天 两三个 一般就是团队里面的话呢 就是给他们那个开会 然后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业务上面他们有什么不懂的话呢 就是给他们交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个 然后的话呢就是通过那些微信呢 然后的话呢去添加一些这个好友 然后添加完了以后 然后的话呢去那个建群 然后拉进这个微信群里面 这个其实也没有说具体的把握心理 然后的话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概率数据吧